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这个必要的功课要做 能不能够做好 做满 做得准 那这些东西就跟我们后续发展会有很大的观点 所以你说能不能这个尽最大能力吧 后面我们尽了能力就交给天地 对不对 你要尽了能力结果没达标 结果你的心中骂人 骂天咒地 就搞到最后本来该有的都没了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很小心的 持之以对 这位学员说大马的员工 对他耿耿 中心耿耿 做了15到30年之久 他说呢 他要常住在澳洲 有考虑指卖产业 保留一间公司 就是让他们可以自行管理工作 去找到合适的人管理 合不合适 那也不是说你 是不是你说的算 顺的时候都合适 对吧 不顺的时候都不合适 但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 还真的是一下子觉得都很合适 等一下就觉得都不合适 所以这里面就是化繁为简 是不是 合适 应该就会让你做着做着吉祥昌盛 不合适 那可能就是 你越来越摸不到你生命的重点 那跟着你过去的这些常财 来做可能性生命里面着重的重点 或者是什么样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才是务实 可以至少把现今或之前 所有你这个比较担心的 比较不足的 比较什么什么的东西拔给不足 那后面再来看 际遇嘛 际遇怎么来 际遇不就是在 可能性的这个data里面 运转着来到你的眼前 那这些东西跟我们每个人的欢笑有没有 痛苦有没有 是不是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所以能不能够像在大马那样子 哎呀 万事顺风顺水 能够在超马世界里面 得不孤必有灵 所以天地也不会抹煞了我们的 种种的好事 对不对 但是 能不能够真的是做到 你也认同你做这些事很有意义 而且也看到解决了你的问题 也看到改变你的生命 那这就很有地毯式的可能性的执行 再一次获得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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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